ayo聊世紀 天鹽的五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凶人對上土耳其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OK 這場比賽算是一個蠻經典的對決 土耳其人跟凶人也是以前比較常出現的對決文明 這場比賽是HERA對上MBL 曾經的隊友在天梯上又再次相遇了 先來介紹一下紅方選擇的文明是凶人 凶人是不需要蓋房子 但是需要前期撿一板木頭的文明 凶人由於不用蓋房子的關係 所以他可以打棒棒快攻也不會有卡人口的問題 所以也還蠻適合打棒棒開局的 凶人主要是打騎兵路線 三級馬卡 三級攻 馬攻路線還有帝王時代八則優惠 城堡時代十九則 那整體打下比較偏向於機動性打法會比較適合凶人 所以或是那種前期棒棒打個對方措手不及 然後後面再轉這個肉馬 攻兵毛兵 然後再鬼轉這個馬功 所以你封建時代打馬就的時候也可以點品種 可以比較容易接續馬功的策略 所以凶人的前期完美打法就是棒棒刺猴 然後攻兵毛兵 然後再轉馬功 這個打法是比較適合凶人的 但凶人的防守來說是比較偏弱的 所以還是比較需要拉一些木槍 去做個防守 那如果不拉木槍的話就只能靠防禦 跟這個爆強軍士去壓制對手會比較好 那MBL這邊是選擇了土耳其人 那土耳其人他的火藥單位血量是比較多的 而且城堡時代可以研發土耳其火槍兵 但是需要城堡 那土耳其人他的肉碼是會自動升級的 所以這個速成大肉碼就是土耳其人 而且他的肉碼遠白會多加一點 所以這個耐抗箭矢能力是非常強大的 那土耳其人的馬功也是血量最多的馬功文明 血量高達100滴血 所以這場比賽如果兩邊都出馬功的話 就是馬功大對決 所以我開頭才會講 這是以前很經典的比賽對決 兩個都是馬功可以互相射射的文明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兩邊會怎麼打喔 好 那目前看到HERA這邊是三木開局喔 三木開局 然後以現在這個情況來看的話是有可能打極限棒棒 如果下魔防的話就不是極限棒棒 OK 剛講完就下魔防了 那就不是了 好 那HERA是走一個正常的赤猴開局 那也有可能是打一個封建轉裝甲棒棒開也有可能 這個還沒有辦法太快下定論 現在的變速有點多喔 就是這個 以前這個快攻我都會非常速度的 速度非常快的 但是現在是有這個變速流 並不是那種標準化的流程 而是可以選擇性打法 但是這邊已經是要下均穩了 但是這邊下均穩就不會去暗棒棒 而是是為了去下馬就有下均穩的 欸 在這邊怎麼拉四川 我以為他是要去吃路然後插模仿啊 結果不是 看起來開稿了 OK 想說他不推路應該是要插模仿 結果應該是前期快攻 好 那兇人這邊不用蓋房子喔 所以暴兵來說的話不會有卡人口的問題 MBL人這邊有件卡人口 房子有補嗎 還沒有補喔 房子是不是忘了補 還在卡人口 好 Hera這邊是補了一個軍營 這裡補了一個射箭場 直接前期壓制 這個開大招了 野射箭場G 然後插箭塔 OK 直接插你的產兵地 直接把你的產能給插住 看你怎麼暴兵出來 我看他這邊的細節操作喔 好 這邊是把箭塔不繼續蓋 把書面拿走 後面的箭塔也在蓋 MBL這邊有村民上的數量優勢 拉了一些村民去爆打這根料望塔 這根料望塔可能是能取消了 Hera的石頭是沒有開挖的關係喔 所以這邊暫時是沒有辦法插地跟箭塔的 好 那MBL還是把這根箭塔給插起來 確立防線 打得不錯 這一波 Hera這邊也可以鬼踩石頭 或是鬼踩黃金 但現在沒有石頭的關係喔 所以如果要採黃金的話 至少還有一根箭塔 在這邊防守會比較好 不然這黃金可能會採得不得安寧 OK 那這邊的石頭 開始回去開挖一下 好 這邊按了幾隻槍兵 防一下落馬 過來騷擾挖死況的村民 這一隻毛兵應該要被砍掉了嗎 一隻槍兵過來直接硬上 直接解光這邊的單位 OK MBL目前是稍微領先的 Hera這邊為了挖石頭 經濟有點慢慢被傷到了喔 小傷啦 沒有到非常誇張 經濟來說呢 還是MBL這邊稍微好一點點喔 畢竟有免費的挖金技術 喔 結果Hera直接被MBL的肉碼抓掉一村 這村抓的蠻關鍵喔 當經濟差距就可以慢慢拉開也說不定喔 這一開始去開稿有石頭了 好 直接把木槍給滴了 然後用村民直接爆打 槍兵過來 但MBL這裡並沒有太多的肉碼 可以去阻止這邊的毛病傷害 第一時間把槍兵給收掉 對啦 兩隻村民去打後方的槍兵 槍兵過來想要去戳肉碼 帶來不及戳 這邊村民還在暴打 但這一隻村民血量有點殘囉 來 直接拉走嗎 這邊肉碼終於解掉後方的槍兵 但槍兵一直不過來 一直戳掉肉碼 這邊村民一直在修 MBL開始有點經濟損傷出現囉 好 這裡再繼續按肉碼過來 但是HERA的槍兵一直按 沒有人要停的意思了 我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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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要手撕 有機會拉更多十二隻村民 好 殘血拉走喔 再拉進去 我靠我靠 這個很硬要 箭子還是拆不掉 然後MBL又死了一村 後面的毛兵好煩啊 村民直接跟槍兵褲打 MBL這名村民屬越死越多 死到了四隻 前期的招戰兩邊打得非常激烈 欸 哇靠 這個槍兵 拉著掉嗎 但是HERA已經要沒石頭修不起來了嗎 唉唷 好像有這個味道 但又要在十一村 哇 死到了七村 MBL 開局死了七村 怎麼贏 天啊都是說怎麼輸 還是要怎麼贏 哇 死了十村 OK了 被秒殺 應該是被秒殺了 哎呀 弱馬又被敲掉 好 但現在MBL也稍微反打回去弱喔 這個村民 上億人打鬥 就是這個畫面啊 太殘忍了 最後終於解掉了 但解掉之後HERA也要生成寶實在了 MBL這邊村民屬差很多 僅僅已經大爆炸 還有機會搬回憶城嗎 OK 這邊點城堡應該 升完城堡 再來會前壓 成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好 這邊空進來 先射槍兵 把槍兵射掉 毛兵看到槍兵全倒 直接往後拉 MBL又補了一些肉馬 AERA這裡沒有轉挖石頭 所以應該不會打一個寶鴨 而是一個前置BK工程器製造所 然後開始馬爆 這裡打馬功的話成型來說會比較慢一點 而且 經濟上可能會不太允許 所以雙馬就出騎士 可能會更好一點 然後再配上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好 這邊收掉了三隻村民 好 MBL稍微有點煩打回去 又抓到了一村 得了點義工的肉馬 傷害非常高 而且血量是65滴血 有品種的 好 這裡又抓到了嗎 MBL好像有機會囉 AERA這邊村民處 戰損也是很多 兩邊戰損都非常誇張 AERA這邊還沒有前置工程器製造所 這樣會斷肉喔 那這樣農田樹有點太少 十二片田而已 雙馬就出騎士 很快就按道緊繃了 這裡管斷村 騎士可能要先回救 這邊MBL全部都圍死了 暫時沒有洞可以打進去了 好 然後自己也沒有工程器製造所 也打不出同時車 應該要單馬就 然後單BK可能會更好一點 因為這個肉量太吃緊了 MBL這波打得很漂亮 把HERA的村民砍掉了很多隻 村民差距已經被打出來 MBL領先村民大約九村 我的天 但這裡九村喔 可能有三到四村喔 是生時代多出來的 所以待會MBL升上去喔 村民又會被拉近一些數量 好 右上角這裡又有開始開打的跡象 這裡有這麼多騎士 這裡直接硬生生補了一根劍塔 買了一百石頭 買賣一下 MBL後方是沒有石頭的 他的主石在這裡 腹石 看看他的腹邊石頭在哪呢 在上方這樣子 在這裡 哇靠在這麼野外 黑蘭應該是看準他是土耳其人喔 封印他石頭 直接鬼打壓制 早上你城堡時代開不出火槍兵 脫到地後 就可以用這個馬功喔 跟你的火槍互打 甚至可以拿出一些優勢來喔 當然這部隊企來說 比較容易引的應該是土耳其人喔 畢竟弱馬呢 遠方也比較高 扛對方的兇人馬功喔 也會有點優勢 而且白血馬功喔 也不一定會打輸 也不太會打輸這個巴蛇 兇人馬功 這個是一個節奏遊戲喔 看哪邊節奏更好 更容易有機會贏喔 但以單看數值來說的話 土耳其人的優勢可能會更高一點喔 畢竟他有經濟加成 這個挖黃金速度很快 所以MBL喔 看起來是偏優勢的 而且春樹現在也是領先狀態喔 後面的肉馬還在騷擾 但這留一隻騎士跟兩隻槍兵 一直在夾住 這裡直接上大石牆 兩隻村民一直在修理 後面的毛病數量有點多 又拿掉這隻殘血村民了嗎 有殘血拉走 MBL細節打好打滿 好 這邊村民繼續射 前射後方的毛病 然後沒有遠程輸出 這邊就可以一直修理這個馬舟 但修理馬舟也是要耗費支援的 好 順到殘寶十代之初 先馬上補了三馬舟 開始爆下大量的肉馬 他不是肉馬 駱駝 這裡農田一堆沒有人在中 這裡木頭有點爆炸 OK Hera繼續無視這根劍塔 給壓力 MBL這邊肉馬還在砍 又砍到了幾村 哎呀 這邊直接升級 免費的肉馬 讓MBL又打到了幾隻村民 村民處越拉越開 好 把這個木頭全部轉換成農田 好 工人這時候點下了耕種技術 MBL這邊偷村偷了非常多啊 兇人沒有維加的關係喔 一直被抓到 好 這裡殘血騎士 直接被土耳其的駱駝爆打一波 不錯不錯 這一波繼續壓 能把這些殘血的騎士給壓死的話 就很賺 阿駱駝 阿駱駝啦 看來要直接手撕騎士 把所有的騎士撕掉應該沒問題 騎士一直一直的倒地 MBL這波打得還不錯喔 換掉了非常多的騎士數量 現在看起來MBL是慢慢佔據了上風 存不出差距來到了快要十五村 阿駱這時候才補下第二個城鎮中心 現在MBL已經開始穩定雙TC開農 然後出駱駝了 第三個TC大會也要找個機會補 噢 快了 小朋友 小朋友 XV ok ера這邊也沒有補工傳器製造所 暫時沒有辦法升推 經濟有點慘 被MBL塗到太多村 MBL這裡打得很好 弱鎖直接衝到敵人家裡 哇Hera這裡是有點難扛了喔 還是要直接鬼轉重裝長槍兵 好 弱鎖打村民 打得雖然久了一點 但最後還是能砍死 最近是黃金兵阿 好 這邊用三驴開始往前壓制 招搶到了一隻弱鎖 騎士也招搶到了 好 打到前裡 槍兵過來戳一下 OK MBL這裡有點操作失誤 直接撞到了TC 被收掉了三隻弱鎖 這個修道院可能 逃不掉 MBL這邊順利開出了三TC 生女一招 招到騎士趕快砍生女 對於自低 手動異端邪說 可以 好 暫時應該MBL不會大打出手了 這邊要3TC先農一下 又收掉了一隻騎士 駱駝 這隻騎士 來招 好 再一次把KERA給逼退了 這個野軍以馬舊的方法 打兇了這個算是很強的一招 MBL能守下來確實不容易 我覺得反應算蠻快的 唉唷 結果這個肉馬被招走 哇 尷尬了 好 這邊駱駝 抓到了過來蓋城堡的村民 好像還是有機會蓋起來 MBL這邊很偷的關係 HERA絕對不演了 我直接插在你臉上 等下插這個位置很高地 插水一點好不好 身插不錯的 哇 感覺插得不夠深喔 這樣子沒有辦法試到城鎮中心 好 這邊的城鎮中心全部收穿 趕機回去 駱駝高打低 要反倒一下嗎 好 選擇再繼續撤 殘寶現在還是有人在幹 好 趕快把這個殘血的村民收掉 戳戳越來越多 生鎮放出來招翔 有機會這一波煩大回去了 好 結果生鎮直接被兩隻騎士衝鋒 但是收到城鎮中心裡再放出來就去招翔 這兩隻騎士應該是在解難逃了 當然又拿更多次能過來 這根堡要是沒蓋起來 HERA可能會打GG 能蓋嗎 還能蓋嗎 好 OK 最後還是遭到一隻騎士了 好 繼續招 繼續招 後面的生鎮 最後還是把城鎮蓋好了 HERA請全國之力 終於把這個爛尾樓 終於蓋好了 不然又殺你又變爛尾樓 OK 這根城鎮最後 直直的蓋滿 蓋好 那這個城鎮蓋呢 蓋得還算不錯 最後還是蓋起來 但很可惜的是喔 我們剛剛說這跟城鎮沒有聲插的關係喔 如果再往前插這個位置的話 就會是到上方的城鎮中心喔 右邊也會少被壓制住喔 再點個二級射 一定也能射得到 所以現在這裡看起來是有點尷尬的 HERA 好 MBL健壯 欸唷你插我寶 不然我就再更多的TC 那有根寶在臉上 確實壓力有點大喔 但MBL的問題喔 還是一樣喔 石頭被HERA給控制住 沒有石頭就沒有城寶 那就是自己要轉這個大衝車 去直接硬拆喔 好現在3TC 看我們的HERA 終於把這個洛淚穩定了 兩邊的TC閒置呢 都已經來到了5分跟8分 這個叫什麼TCIDOL 好 可以用招搶的方法 但只招了一隻嗎 喔兩隻有招 但是第一隻村 勝利被砍掉 第二隻 好 只有勝利招搶到 好 只有一隻而已 好左邊左邊發現野石 哇 這個野石很關鍵 這可能是MBL的救命石頭喔 脫兒器人沒有城寶 解釋四個笑話 有城寶之後 就是脫兒器人的天下 火炮塔 城寶 各種差 而且重要的火炮術喔 跟這個 馬弓增加血量科技喔 都已經是要城寶研發了 好這裡挖了一根劍塔出來 少用劍塔防守 這邊蓋城寶的村民 好洛洛過來 好這裡再蓋一根 買了一百石頭 後面三隻村女遭翔 可能要拉走 不然打不完 好這裡收村 好趕快射村民 把這邊村民射掉的話 就有機會 城寶現在是55% 要硬蓋的話 可能會射到頭部的血流 這裡直接拉村拉走 好 左邊補了一個工程器招手 洛洛過來 這三隻可能都要被刀掉 自滴自滴 OK 最後自滴了兩隻洛洛 好硬蓋爾這邊打得好驚險喔 但是他後面經濟灑得很不錯喔 一直有一個新的農田出來 所以肉類攻擊還蠻穩定的 好現在是要趕快把這個 主金給壓制住了 把這個主金壓制好的話 就沒問題了 好黑羅這邊直接拉了上億人 直接蓋寶 好 誤實一切代價 也要把這個 城堡給蓋起來 好這裡還是把村民給逼退了 好不是村民 把這兩根金壓給逼退了 但那個工程器繞索要按衝車嗎 看起來這裡是有點難按衝車了 就是不斷不按 直接森帝王挖一棟城堡出來 但現在時候也不能安心的挖了 這就很麻煩了 轉了一個達拉和騎兵 好MBL這一波騷擾打得很好 左邊有洛馬 右邊有 直擊 黑羅家裡 黑羅家裡的村民一直被騷擾當中 黑羅的村民處已經死了56村 但是黑羅現在有兩根城堡的優勢 但是MBL只能開始慢慢往下破 黑羅這邊是轉了更多的打拉和騎兵喔 打拉和騎兵的傷害是有點偏低的喔 他只有8點傷害而已喔 甚至連10點的騎士都不到 那他拆劍組是非常快的喔 所以可以直接把他理解為騎馬版的劍兵勇士 都更大隊 那打拉和騎兵呢 跟哥德爾一樣 可以研發 銀貫技術之後 就可以在馬舊生產打拉和騎兵了 那打拉和騎兵的遠防喔 也會多 多這個遊俠一點遠防 對方面來說 還是不錯用的 只扛這個 城鎮中心的傷害 或是劍塔傷害的話 其實還是蠻不錯用的一個單位 好 駱駝這邊真的超會反思回去 這兩隻駱駝能夠逃得了嗎 哇 被招牆到了一隻 MBL在下面補了一根城堡 我不知道從哪裡挖出來的 喔不是城堡是TC 想說沒有石頭還能挖城堡出來 好 中間這裡挖石頭被抓包 哇 這一場打得好混亂阿 MBL到處在挖 那MBL在後來也是一直在瘋狂追擊 好這邊 慘能可能要趕快控下來 去鬼轉挖石頭會更好 好家裡補了一根寶防守 好家裡開始有點危險了喔 三隻生侶都在發呆 沒有第一時間遭翔 直接被充爛 大漢騎兵正兵又抓到了生侶 大漢騎兵正兵又抓到了生侶 先來多線在騷擾喔 哇好忙好忙好忙 這一把打得很精彩阿 物質防守也有進攻 兩邊都有在做一樣的事情 那MBL這時候中間下了帝王時代 在野外開了一個新的野礦 正面的話補了非常多的駱駝 但又遇到生侶又被遭翔 哇這些生侶已經遭翔了巴斯單位了 已經回本了 好這邊駱駝再繼續把對手逼退回去 好 二郎這邊看到了 欸你怎麼拖到黃金 趕快蓋一根堡咧 防守 MBL直接拿村民去玩gay一下 這裡一個蓋寶能夠蓋得起來嗎 非常多的達拉和騎兵跟駱駝 都在這個地方開始集結 兩邊直接大打出手 黑羅拉這裡反擊 應該是有機會 喔不是黑羅拉是MBL這邊反擊 應該是有機會打得贏的 但城堡可能會被蓋起來 好駱駝就去追 打得很奇兵 電腦時代還有一分鐘 電腦時代要開閘了嗎 好 死到電腦時代 肉馬也是免費升級上去 好下班 我更多的 駱駝再夾住 哇這邊還補下了二級的馬卡 重裝駱駝還有一分半 黑羅拉這邊就去升插城堡 好這邊城堡打地王 黑羅拉可以撐多久呢 好那駱駝呢 只剩下十秒鐘 就要蓋好了 打了和騎兵十三隻 重裝駱駝升級好 還有機會嗎 黑羅拉 黑羅拉這邊地方時代還差了很多資源 左邊這台一堆駱駝又過來了 現在黑羅拉到處都在著火 但是MBL家裡也是 這邊用火炮開始推進 後馬繼續騷擾喔 黑羅拉分數目前還是領先 好再落頭 左邊反擊回去 打了和騎兵 好 左邊這個城堡應該要被火炮給解掉咯 所以還是有肉馬在騷擾喔 下方這個城中心 奇蹟是守住了 不是這是心態了 原本在這裏是不是 到處開TC阿 把阿拉伯當遊牧再打 然後只用駱駝夾住 一根堡都沒有 但黑羅拉這邊前期被塗了很多寸的關係 現在要點地獄4代還需要一段路 好這時候黑羅拉打出了GG 看起來是受不了了 左邊城堡夾不住 而且火炮還是繼續推進 加利農田只要一爆光 就很難穩定升到帝王世代了 即使出肉馬也於是無事於補 但這邊有槍兵喔 如果再稍微假一下的話應該是能假 但不知道為什麼是提前投降 分數也是稍微領先的 好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有MBL 拿到全勝 只會贏了1萬資源 哇靠 MBL這邊打得有點穩啊 開始有HERA跟VIPER那種味道囉 就是夾得穩然後慢慢打 即使被壓制住 還是有他的一套方法可以打回去 那我覺得最後的關鍵還是邊打邊這件事情 讓他成功鎖住自己家領地 野外的黃金也稍微拿到了一些 讓他不至於馬上就缺死或缺境 然後直接死去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